歡迎來到愛家好醫生 我真的要鼓勵現在台灣的爸爸媽媽們 能夠不要小看你的孩子年輕 事實上有在國外非常多的小孩 在很年幼的時候 就做了甚至大人都沒有辦法完成的大事 我舉兩個例子 五歲的小女孩凱撒林 她生在美國 她有一天在電視上看到非洲的孩子 因為沒有蚊帳而被蚊子叮 得到瘧疾而死亡 她說媽媽我好心疼 媽媽跟她說 從自己開始 你能不能幫他們募款買了一個蚊帳呢 於是她先跟鄰居募了款買了一些蚊帳 後來她覺得這樣不夠 她就跟社區的人募了款 也買了更多的蚊帳 後來她覺得還不夠 她就上了網路成立一個網站 跟她募集錢來去買更多的蚊帳 最後她寫信給比爾蓋茲 又買了更多的蚊帳 最後比爾蓋茲替她成立一個基金會 讓她可以募到超過一百萬個蚊帳 拯救了超過一百萬名非洲孩子的性命 這個時候她的年齡也不過才七歲 另外我再講一個英國的小女孩 九歲的瑪莎 她覺得每天學校的營養午餐 一點都不營養 都是一些油炸的食品 一些垃圾食物 於是她很勇敢的 把這件事情寫在網路上面 她的部落格越傳越開 最後被有名的帥哥主廚 Jamie Oliver看到了 Jamie Oliver跑去他們的學校 做了一個節目 而且開始督促政府單位 來重視小孩營養午餐的營養問題 終於在英國他們的營養午餐 出現了小黃瓜 出現了青菜 出現了水果 這小女孩最後竟然還成立了一個 Mary's Meals的一個基金會 來幫助募款 來讓貧困國家的小孩 可以吃到營養的餐點 一個是五歲小女孩 一個是九歲的小女孩 您家的小孩今年幾歲呢